所以当时我们就很受他们的影响 而事实上我可以说也得到周焕的一把所谓扶持的手 那么那个时候是我因为投稿 然后认识了周焕跟乔林 那么就在我高中一毕业的时候 这个周焕就把我带进了这个所谓的文化圈 然后就介绍我到一本这个新的一个杂志里面去担任编辑 那现在还有跟周焕老师演戏 所以是很遗憾的就是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就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 这边有一个机会让你对他说一句话 你要跟他说什么呢 我想我也曾经发表了一些文章 也曾经提到就是我大陆文化界第一个 那一把手其实第一把手扶持我进入文化圈的 就是周焕 那所以我想我会永远地把这个就是 不会忘记你这一把扶持我的手 那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有机会跟你见一面 那么希望能够这个愿望能够完成 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 比如说马来西亚的一些很著名的诗人 都曾经跟哪一些诗人合作过 我想应该是游川吧 因为当年我在这个出版社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当任这个编辑跟记者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一般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的这个出版社 那叫做古手文艺出版社 那内修的成员就有这个游川 还有潘友来 潘友来是目前这个东方日报的总编辑 那么还有好几位 出版了好些这个书本跟刊物 所以那段日子可以是说是相当值得怀念的一段日子 那夜少大哥非常是热衷于你的这个娱乐事业 还有这个写作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那对于搞活动方面呢 其实我搞活动的那个所谓的组织的经验呢 是从我在这个利风唱片的时候呢 就是说担任这个中文部经理的时候 那边所学习到的 因为当年我们有组织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利风巡回团 到各地去表演巡回演出 所以那个时候就要懂得如何去组织一个演出 那么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东西 从那个年代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80年代吧 到现在 所以就陆陆续续的就从事 就搞了很多这个策划了很多这些活动 那家人对于你的工作 比如说之前在娱乐圈 再来写作 那这些都是大家 刻板印象都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了 大家这个家人会不会给你一些支持 还是说曾经反对过 对这个浅货帮我 你说的众帮我 说一定是否会对我 我看了很多这些活动 也就会有一点 我看了很多地方 然后我们不小心